朝鲜跟韩国都双双发射飞弹导弹 南韩的疫情真的是已经让民众很担心了 现在呢苏人不苏政 朝鲜跟韩国双双发射的导弹 加剧了整个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甚至呢怎么说呢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画面 这是南韩的导弹 另外看一下北韩的部分 北韩的画面可以出来一下下 北韩也是蛮可怕的啊 北韩就是最近在月弊市上 没有看到任何导弹 不过呢他们呢就是朝鲜呢 最近研究了什么呢 远程巡航导弹 这个远程巡航导弹 大家看到画面 这个呢就是在这个预定的轨道飞行了 这个7580秒 并击中了1500公里的目标 哎大家想说又发生什么事了 不是之前这个文京会在这个平朗 还吃冷面吗 现在怎么会这样子呢 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火车 火车的这个 这个火车的导弹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连线一下 这个我们的韩国专家陈庆德 水晶主播也好 然后先祝各位观众终究节快乐嘛 今天话题比较严重一点的 对可是我觉得我也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知道水晶主播 准备了非常多的题目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聊到 南韩的一些比如美食啊 一些民主活动嘛 然后这次主题 我记得好像是我们第一次提所谓北韩 节目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多 对北朝鲜越来越国际化 我觉得蛮好的 那我首先就回到那个 刚才水晶主播所问的问题 其实在中秋节这附近的话 在韩半岛 其实也不太不太安静 因为刚才水晶主播有提到 北韩也发射了所谓的导弹 其实现在资讯非常乱 我稍微整理一下资料 刚才水晶主播提到两枚导弹 然后问题是 我看到最新的消息 9月16号 然后就南韩的朋友说 哎那个北朝鲜 有的时候北韩在15号时候 12.34分跟39分 又发射两枚所谓的进程 刚才我们说远的 没有 现在变所谓进程 所以啊 当然 现在发射飞弹的导弹 那个是铁路的那个 刚刚我们有看到画面 对没错 他发射了一个铁路机动火车 发射导弹的画面 然后其实北韩一直在发射导弹啊 然后南韩其实也 那个也比如说我们看到资料 有没有他刚才水晶主播有提到 他有发射了所谓的浅射弹道导弹 他成为南韩成为世界上第七个成功测试 所谓的导弹的国家 其实现在资讯非常非常乱 然后其实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北韩要这么做 为什么北韩这么做 这应该是很多观众朋友会好奇的一个题目 基本上就我来说啊 如果从2021年的趋势来看 我觉得最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 我们知道北韩基本上是一个封守国家 外人要从外面知道里面的局势 基本上是蛮难的 所以第一个 因为粮水关系 我觉得第一个是粮水关系 第二个是所谓什么 所谓什么疫苗 所以当北韩啊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北韩有时候常会透过一个恐怖的评论 比如说会朝的小孩有弹势 有时候射一下飞档 或者是讲话比较凶一点 比如说我们看到金与正啊 就是所谓的金正恩他的妹妹 最近又开始在新闻媒体 对那所谓的文在寅又放话 之前各位观众比较知道 大概一两年前吧 比如说炸掉什么 南北韩两处联络处 那也是金与正所谓 所以我觉得北韩会最近有这么大的动作 第一个所谓疫苗 然后究竟在北韩的所谓得到COVID-19 因为我们知道南韩其实非常严重 中国啊或者是全世界都非常严重 但南北韩对外宣称 他们的国内真的是没有确诊车 我觉得这个 我们要严正以待 最想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他都说零确诊 我想说应该是 不是买去 应该是买了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 这个其实非常有趣的事 也不是说有趣啊 除了所谓疫苗确诊者之外 刚才我们上一趟 是不是提到所谓的南韩经济的问题 造成南韩一些人有所谓的轻声 当然轻声是不好的新闻 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 可是随心主播知道吗 全世界 北韩他们没有所谓轻声人数 没有人自杀 我看到资料 我觉得哇 这个国家未免也太幸福了吧 所以啊 我们透过这个例子来说啊 其实那个确诊者可能 我们还有待观察 所以我觉得最近会有这么大动作啊 粮食跟所谓的疫苗问题 可是不是之前文经贵 大家还开开心心的吃了 那个平壤冷冰吗 这为什么人的前面握握手 后面给你下毒手 其实我们 其实各位观众可以想一个问题啊 关于北韩没有核职武器的话 那他 关于他们没有核职武器的话 世界各国会怎么处理这个国家呢 没错嘛 所以他们那时候 比如说美国那时候 还所谓的那时候是川普嘛 没有川金会也有啊 文经会也有 其实他们一直要求就是 第一个就是什么 你的什么核职武器一定要废除 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所谓雷声大雨点小 好像北韩对于这个承诺 好像一直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即使他们在把门店签的 所谓的什么合约啊 我们要停账之类的 可是反正就有事没事 就突然来一发有没有导弹 所以基本上 北韩这个国家对我来说 我们先不要标签化他 或者污名化他 基本上他是一个蛮神秘的国家 而且值得什么世界各国来注意 因为他真的是 资讯非常非常空出的国家 比全 registered 多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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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a